今天亲戚的妈妈不在家 我和大家聊一下她的糗事 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妈妈特别的高兴 当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 一直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宝宝 为什么没睡着呢 除了高兴 还有一件事情让她非常的着急 因为我的宝宝刚出生的时候 耳朵在肚子里面被夹了 然后是这个样子 来 你看 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我的宝宝的耳朵是 是 是 亲亲 你刚出生的时候耳朵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妈妈特别着急 说这耳朵会不会长好啊 怎么是这样的 而且还是个招风耳 她妈妈连续几天都没有睡好觉 医生已经说了 这是正常的现象 在肚子里面可能压迫过了 然后她的妈妈非常的着急啊 说这怎么办呢 不仅是个招风耳 而且刚出生耳朵就打不开 特别着急 这位李同志 请到这里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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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宝宝出生的时候 黄胆也是偏高 也不知道怎么喂养 我们连喂牛奶都不知道怎么喂 而且宝宝在医院里面的三四天 基本上是不吃东西的 不管怎么喂他都不吃 然后从医院回家之后 就开始狼昏虎咽了 暴露了他的本性 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 宝宝刚刚回到家里的那几天 他的妈妈也遇到了一件非常着急的事情 就是宝宝睡觉的时候睡得太香了 害怕他断气 所以经常把手放在宝宝的鼻子里 看看他有没有呼吸 现在他的妈妈又有新的疑问了 宝宝已经一岁一个月零十多天了 既不会说话 也不会走路 特别特别懒 静静宝宝 你为什么这么懒 下来下来 下来 亲亲妈妈的心理的转变也是很快的 刚开始的时候是高兴和着急 现在是嫌弃 亲亲妈妈现在每天睡觉睡不好 吃饭也不能好好吃 还要照顾这个小家伙 小家伙 你又在干什么 你看你的脚 你还不怪悬崖勒马 带孩子都是我和亲亲的妈妈两个人带 现在宝宝是每天都要点亮一个新的技能 为什么妈妈现在特别嫌弃他 他现在一岁多了 每天在家里面乱丢东西 乱砸东西 乱吃东西 好了来来来吃点东西吃点东西 来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 所以说没有经验的父母亲带孩子 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各方面都要小心谨慎 还要不断的学习和摸索 真的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